網紅小玉變臉的事件已經提出 有一個月要修法了 那陳中辰的事件到現在可能就有提出 有 我們禮拜五就會有一個會議 那今天也會有一個會議 不過今天的會議是屬於我們內部在做一些 包括的檢討 那禮拜五是會把所有的縣市長 他們所所俠的這些業務 請縣市政府派員一起來商討這些相關的 我想會非常快 我想快的話應該是搞不好很快 會快到什麼程度也許大家會馬上就看到 就是國民黨今天早上到立法院去 舊城中辰的事件要告高同市長陳其邁堵職 那您怎麼看這件事 這個我就不以置評了 那另外民黨創造主席江鴻堅 認為說他曾經是調查局的敵人 那您怎麼看這樣做 因為這是黨的事情我也不方便回答 不過江主席我看那是有一些熟悉 那他後來那一年 這個應該是肝宜仗的問題 那事實上他也有很多貢獻 我想施敏德昨天有講的 施主席有提 因為是黨的事情我就不再做評論 那這禮拜六就是那個3Q的罷免案件 那我們內政部這邊有做 我們內政部就是該做的維安工作 那該選舉罷免 有一些包括維安交通等等這些整備 我們都準備了相當的集團 這禮拜六就是那個罷免案 在台中他接行 那我們中選會這邊有沒有做過 聽說中部那邊還有一些人選票 還沒有拿到 其實我們的這個公告 以及這個投票通知單 按照規定都是在選前兩天 就會送他到各家戶去 那今年我們特別協調這個台中市選委會 把這個時間更提早 所以就我所知道 就我所知道 所有的這個投票通知單 在15號以前 都已經分送到各家戶去 那當然呢 如果有家戶還沒有收到的話 那我們也建議 他應該要跟當地的里長 或者是公所去查詢一下